当地时间14号下午 美国费城发生枪击案 造成6名警察受伤 一名枪手在与警方对峙 约7小时之后被捕 15号 费城地区检察官向媒体证实 枪手此前曾有多项犯罪记录 他本不应该如此招摇过世 轻松作案 据路透社15号报道 被逮捕的枪手名叫莫里斯希尔 36岁 费城本地居民 15号 费城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 在发布会上说 莫里斯希尔此前就劣迹斑斑 曾分别从事过射枪 射毒品 和抢劫等犯罪行为 并因此受到过指控 本不应该能够招摇过世 轻松作案 有记者提问 这是否意味着 美国的司法系统 在处理这样的犯罪分子时 无能为力 对此 克拉斯纳并不表示否认 克拉斯纳说 目前警方调查还在进行中 枪手莫里斯希尔将面临多项指控 或将在牢狱中度过余生 当地时间14号下午 40 30分左右 警方在费城北部一个居民区内 执行毒品搜查令时遭到枪击 6名警察受伤 警方要求枪手投降 经劝说 枪手在确信 不会受到伤害的情况下 走出被围困的房屋 束手就擒